接着往下看 五十多岁的刘某把一位老人按在地上暴打 还说自己是执行家法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七十三岁的老母亲 眼睛被打肿 耳朵出血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待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呢 简直是不孝子 看来老人是真伤透了心呢 据了解刘某长期酗酒 多次到父母家大打出手 他的老婆孩子早就不愿意回家了 这么浑的人谁来管管他呀 已经按照张管理所法的规定 三菊六十五日并出发款五百元